收养流浪狗那一刻就已经帮他想好了后路 这样细腻温柔的少年谁能不爱啊 少年们种地归来意外发现家门口群缩了一只小狗仔 大哥讲得好事先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弟弟们则纷纷相应 于是收养流浪狗一事就这么愉快决定了 白天少年们外出干农活就将小狗关在笼子里 改上少年们收工回家再将小狗抱出来放风 这天正好赶上张绍刚和麦家来做客 然而一进屋就看到了笼子里的小狗 对此两位前辈的评价是 猪养流浪狗一看就是热血少年们能干出的事 而且土狗和农村生活也比较搭 唯一为何的地方就是土狗不应该被关在笼子 吃了吃晚饭的时候 绍刚老师将这一想法转达给少年们 本以为少年们会立马起身放狗 然而一向闹腾的李浩却非常诚恳地说出了背后的理由 原来他们想得比所有人都要远 养狗从来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真的会对小生命负责 看到少年们照顾小狗时的温柔性已经脑补出来 未来他们带孩子的场景了 某次少年们开车带着小狗去见世面 结果狗狗猝不及防晕车了 换作一般人这种时候早就躲开了 上席却如同无视人般 伸手接住了狗狗的呕吐物 并且第一时间安抚狗狗情绪 一旁的王一横本来和少年中间还隔着个空位 这时直接挪了过来 时刻关注狗狗的状态 这小心翼翼的架势 结果真的人没了